特斯拉全球裁员10%,国内的赔偿标准竟然高达N加3 很多车企不愿意了,严重扰乱,国内裁员赔偿稳定 最近马斯克发表了特斯拉内部信表示为了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增长 进行人员重组,调整特斯拉的销售和交付体系 因此全球裁员10%,包括全球的各国销售门店总共裁员大约1.4万人 而特斯拉中国最近爆出裁员赔偿竟然是N加3 这几乎是国内车企的天花板 除了外资品牌,国内的企业很少能达到这一标准 特斯拉不仅在国内的薪资待遇是最高的 裁员赔偿竟然也是最高的 这样很多即将裁员的车企们不愿意了 我们该怎么办 特斯拉作为全球电动汽车利润率最高的 而且是极少数盈利的车企 去年Model Y也是拿下了全球销灌 但是面对全球经济的低迷 马斯克竟然直接开始裁员 那么国内的很多新势力车企 一年亏损着几百亿 他们其实是更慌的 肯定也在考虑裁员计划 而特斯拉的这次裁员 却把国内的赔偿标准给拉高了 很多车企又要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 裁员到底跟不跟特斯拉 不裁员如何应对低迷的市场 可以说马斯克的这次裁员 又给其他车企狠狠地上了一课